涉性侵加涉級大麻 車聖元仔被指控 韓國營南車聖元 今次真是多得兒子 形象和聲譽隨時毀於一旦 大前日有個19歲高中女生舉報 聲稱今年4月至最近 被車聖元的大兒子 禁錮在他祖父的別墅 期間多次被恐嚇和性侵 檢察方受理了單案 日內就會調查 他的兒子是否違反兒童青少年 性保護法等相關法例 因為這件醜聞 他的兒子被人挖出更多臭事 原來今年3月 因為涉嫌兩道吸大麻被不拘留起訴 還被人解僱 不過有紙車路爾否認性侵 還說曾經跟報案的女生拍過拖 對於是否則被人出現了 一日快樂 有很多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